好 自己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大家应该都是好心情来上班了 纵使现在东北季风起床有点冷 大家起床也是很有劲儿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上班了 明天连续三天的假期 东北季风跟着大家一起来跨年 不过一直强调这两天说到 这一次的冷空气跟水气 都没有像上一次的耶诞档期这么的多 但是迎风面在基隆北海岸 到以南的华东地区 还是有部分的零星的短暂争雨 所以过去的湿雨量跟累积雨量 你可以看到万荣 硕丰 成功这边都是比较多的 但是桃园 新竹 以南要过节 未来几天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所以北南 东西有一点两样情的感觉 温度战雨部分 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了 大概四天左右的时间 但是周六这一天会稍微减弱 是一个短暂的空档 水气量大概就在双北的东侧 基隆 北岸 宜兰 花东地区 都是短暂性的阵雨 温度倒是跟昨天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北台湾东半部 因为云层量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高温也上不太去 衣服的增减要格外注意 沿海都还是有阵风 高频 空气品质比较糟糕 辐射冷却 在西半部地区 今天嘉义或者是在苗栗这边低温 都还是只有13到15度 所以起穿有点凉冷 要得外注意 早晚要添加衣物 赶紧关心一下大家非常重点的元旦 或者是跨年的天气 气象局也针对了整个元旦的廉价 三天做了一张图卡 大概就西半部地区 还有离岛 都是比较有太阳的露脸机会 北半部东半部地区 都是有一些多云 为主 然后短暂性的阵雨 温差来说 大概就是低温 北台湾大概15度上下 冷一点点的话 大概14度出头 空旷地区可能来到13到14度 所以衣服的增减 不管你是跨年还是要去迎曙光 都要记得多增加衣物 不要感冒了 在2022年那蛮扫兴的 我也抓了一张天气风险管理公司 彭博士 他的图卡来跟大家分析 也说明一下整个跨年跟曙光的天气图 其实在整个跨年的一些行程 比较大概的 在桃源台北 中南部更不用说了好天气 北部你可以看到 在降雨均率的10%到20% 所以还是OK的天气 云层量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至少没有下雨 大家会比较开心一点 但是后外套跟围巾 必备很重要 南台湾大概穿个后外套 应该就OK了 迎曙光的话 你可以看到东北角激热蛮低的 降雨距率是70左右 所以云层量都会比较多 至于花东的云层量也是蛮多的 所以东部看到曙光碰碰运气 西半部地区曙光晚一点点 但至少看得到差不多这样的概念 所以在东北角或者是蓝雨 或者是在台东地区要迎树光 确实要碰碰运气 而且重点是有点微震雨的情形 特别要注意雨居的膝带 还有衣服的增减 如果你问我北东 户外活动这三天要拍哪一天 一定是周六为主 因为周六是这三天 北东天气最好的 周日这一天的水气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给大家一个户外活动的参考 至于新竹以南都没有太大问题 看到阳光都OK咯 谢谢这样时间 带给致力